我們現在請大家加入這個LINE群組 測試的群組 那其實啊 如果說老師真的想不開想用直播的有沒有 你可以把同學摳進來知道嗎 因為它可以一樣進到我們這裡面來 好這個我就先收起來 好你看一下我先把它收起來 假設我需要它進到這裡面 那這裡面來的話要怎麼樣 各位看到這個顏色應該覺得還蠻熱的對不對 好換一下好 按右鍵互動 叫它不要用這個 用標準的這個就好 這樣比較涼一點 然後呢你看 我們現在我就call out 囉 不過麻煩老師先靜音 除了麥克風靜音 哪拜要靜音一下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同一個現場會回送 所以你待會我會用視訊群組 我會用這個喔 我會用這個喔 所以等一下播出去的時候 各位先靜音 喇叭跟麥克風都要靜音 我們秀人就好 好出去囉 允許 好我的視訊要不要加沒有關係 好但是各位的要加進來 有沒有這樣有播出去的 有老師進來了 О 但是記得要把你的麥克風和喇叭 有沒有這樣有那個聲音就出來 你的麥克風也要靜音囉 你的麥克風也要靜音囉 嘟嘟嘟嘟嘟 唷不管 哪一位老師進來了 還有沒有 有有有,好多人都進來了 所以知道回收的問題了齁 所以裡面要靜音才是 不同地方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哇 這樣有沒有 我不能用麥克風講話 有齁,這樣好一點點 所以我要輕聲細語 ok 好,像這樣子 我也靜音 這樣就不會,對對對 你要自己靜音一下 好,那 我現在有這個視訊的話 比如說找守衛老師 點他一下,他就上線了 那我可不可以在OBS裡面把它加進來 可以 我們就是一個視窗 所以我在視窗擷取 有沒有看到,有沒有進到裡面來 這樣了解 所以我的echo有沒有很大 像這樣 因為我們在現場,所以這個回收比較明顯 可是呢,一般其實 您如果有參加過直播 好,我就先把這個關掉囉 好,我就先把它關掉 來 你也要關掉才行 你要退出那裡 對對對 好,你在通話那邊 你要先結束一下 現在大家要退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正常講話了 但是,你發現一件事 為什麼我要特別用這個 是因為,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個黃紫嬌的 跟那個誰 吳宗憲的女兒 在公共電視有主持一個 就是這種連線直播的 什麼百人 那一種 那其實我們 如果說你要把OBS 真的當作是一個直播的工具的話 如果老師有參加過一些 像YouTube啦 或者是一些其他人 那種直播活動 你有沒有發現大家互動方式 都用哪一種 都是用訊息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直播 我們用YouTube 或Facebook 大部分至少都會 delay30秒 所以等你問問題 可是主持人回答 你聽到的時候 已經過了30秒 所以他就是用文字訊息會比較及時 這樣你了解 但是其實如果你用LINE的群組也可以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在做這個視訊的時候 哪個人要講話 是不是他就上來 因為不在現場嘛 所以說他這樣子其實可以比較及時的 那我講完了 同學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然後沒問題的時候 我就會怎麼樣 把這個視窗是不是就收起來 你就可以繼續做下去 這樣你了解 所以這個是 因為我看到那個節目 我覺得 其實我們OBS也可以這樣做 那這樣的話 我們的互動就會比較多 互動就會比較多 這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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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